好 我們先謝謝 先謝謝芳如 這樣 好 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聽芳如在講的時候 我就 是一個人生跑馬燈的概念 因為我的小孩 今年已經要生小六了啦 所以 剛剛講的就是 整個育兒的過程 我就好 在腦子裡面 就複習了一遍這樣 然後我接最後就是 芳如有講到說 其實我們大人不如就承認說 我們是要讓小孩學 而不是要讓小孩玩 但是我覺得那個 自我的察覺跟承認 可能是每一個人 他重要的人生功課 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 因為你通常都會 我是為你好 以愛之名的壓迫嘛 可能是非常多的這樣 那 我自己在 在覺察了自己 然後選擇了 給小孩新的學習方式之後 我回頭去想 因為剛剛芳如有說 家裡沒有那一套就是什麼 就是遊戲 就是切家家酒那個 去我們家真的沒有 並不是因為我們家是男生 而是他對那個是沒有興趣 我可能有印象就是說 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是在 他有去上雲門的那個 就是肢體課 然後在肢體課的時候 就是老師會帶一些活動嘛 然後會有一些運用他的語言 去如何帶小小朋友這樣 他那時候應該還沒有 就是大概三歲吧 還沒有三歲 應該兩歲多 但是已經會說話 那他有一次呢 老師就要大家就是排排排站 就是說 來我們大家一起來當車車喔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他就愣住 然後老師就問他說你怎麼 他就愣住小孩就說 車就車 為什麼要說車車 就是因為我不跟他說諜詞啊 那那這種時候 當下大家就會去 並不是立刻是說 對 車可以說是車 或車子這樣 那但是大家會很容易 就去忽略他 因為小孩給大人帶來了困擾 這樣 那或者是說 在那個 剛剛講到說消費社會之下 我們給小孩設計過的東西 可是 會不會大家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萬一那個是我家長負擔不起的呢 就是每一家的 每一家的收入 那你必須要去分配他的使用的時候 當你的小孩跟你說他想要 但是你沒辦法 每一樣都供應給他呢 的時候應該要怎麼辦 是要乾脆不要帶他出門 省得他在家樂福或什麼 你常常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現在還有經驗 會看到一些小孩就是非常淒涼 就是因為他沒有被預告說 他不能逛那個玩具 或說我們今天出門我們只要怎麼樣 所以小孩通常就會在那個貨架前面 被一個展新的玩具給吸引 然後他於是就會想要 然後想要的當下可能他進行要求了 那家長會說 不可以 但是他可能沒辦法跟小孩說 因為我這個月預算不夠 他沒有辦法很坦然的講 因為那好像變成說 我賺的不夠 所以不能夠提醒你 就是家長自己的持感 但是他不能直接跟小孩承認 於是就會變成說 那東西價錢很多啦 然後但是小孩馬上就會 他們非常 會非常應該說精明或是真誠的 就說這我明明就沒有啊 或是你上次怎麼樣怎麼樣 那於是就會衍生一個衝突嘛 然後衍生一個衝突之後怎麼辦 小孩就是先開始扭嘛 然後扭了之後大人也覺得說 那你這樣我如果不能壓制下你的話 那我作為家長的威權就是大人無存 然後於是開始雙方聲音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小孩就會升高他的抗爭層級 本來是身體扭 那他後來發出聲音然後在地上滾 然後家長有時候有一些會就是 他沒有辦法因為別人會看啊 那於是他就會 那我走了 不管你喔這樣 那結果咧 你只是讓小孩更升高層級嘛 就大叫大哭 然後最後這個家長就會很生氣 一把把他抓走 好 然後說回去有你好瘦的那一類的 有的會在當場達人嘛 好 那面對這樣的狀況就怎麼辦 我自己的經驗我就會跟他說 我今天的確沒有那個預算咧 也許我可以想什麼時候買 那但是他在那個等待的期間 比方說那個什麼 遊戲王卡 反正也許有一些什麼盜版或什麼 那大家買得到 但是問題是你去哪裡找那個千年積木 各位 就是舞騰遊戲在變身之前 千年積木沒有在賣吧 但是我小孩在非常著迷的時候 他就會 好想要千年積木 但是沒有 那沒有之下 他想做的辦法就是他就動手做 然後他從那個動手做的時候 就學會使用剪刀嘛 跟裁剪形狀 跟運用針 去做一個項鍊 以至於他在什麼卡片發動之前 他就會先戴上那個 還要眼睛一閉 然後就說他現在變身是武騰遊戲 好 很好 然後如果再大一點 他變成就不是那一個 他還有那個什麼東西啊 卡牌 也是 就是 那 喔 機甲是不是 機甲在之前是不是還有動物的 那個叫什麼 百獸 對不對 百獸 那在百獸的時候 他就超級想要那個什麼 雷歐 那是獅子啦 就是一隻獅子 然後是進化的雷歐這樣 可是那個在網路上也太貴了吧 那是金卡耶 然後一張要賣到兩千塊 我說 我沒有辦法說服我 我就幫你買這樣 然後他說 好想要怎麼辦 他就開始自己畫耶 好 然後或者是什麼 進擊的巨人啊 然後他自己畫 畫成什麼 那不就是紙娃娃的原型嗎 然後他真的很想要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動 那他就去做成 像那個什麼 就是 欸 皮影系嗎 像皮影系那樣可以 關節可以動的 那我就會覺得 那是他在比較小的時候 去了解的 然後再大一點的時候 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用錢去堆砌出來的 那 我自己過了一個關了之後 應該就是今年的過年嘛 對 他擁有了 就是所有的紅包 他就是自己 壓碎錢他就是自己收著 結果他收著做什麼 他並不是說 交往說來 媽媽幫你收好喔 然後其實就沒有給你了嘛 或者媽媽幫你存起來喔 然後就沒有了嘛 他就自己收著 然後自己收著 他最後去做一件事 當然我的想望都會是說 他會不會存起來 什麼之類的 當然不會啊 他通過把他花掉了 一口氣花掉 沒有啦 分三天 他花什麼 他去 當然就打電動的點數啊 然後打了電動的點數 回來我就說 好 那就是你的錢嘛 那至於如果是我心裡 當時候百感交集的 那就是我的功課嘛 不會是小孩的功課 不是以哀之名 或者是覺得你應該要怎麼樣 我就說 好 那結果他過了半年之後 他就覺得說 媽 我覺得我 怎麼會當時候 那麼衝動的做那個決定 把那個錢花掉 如果現在的話 可以買什麼買什麼 我說 是這樣喔 因為他花的是快一萬塊 但是就這樣吧 那但是陸陸續續 他就發覺說 他開始會後悔 幫他想要再近一點吧 上個禮拜 他就存到四百塊 他就說 很神秘的說 媽 我去一下對面的那個 便利商店 然後我說好 你去 然後去回來之後 他隔天就說 媽 我覺得我還 我真的很傻 然後我說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昨天是某某遊戲的手賣啊 然後於是他就去買了 結果買了之後 發生什麼事 隔天 釋出一個 今天免費 所以他昨天花四百塊的東西 今天免費了 也不能再退 那他就開始知道說 原來消費社會 是有一個陷阱在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 支持小孩 可以做這個練習 然後 當然你會說 我可以這麼輕鬆淡待 不能啊 這是心裡的冰山 不知道爬過 爬過幾座了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覺得 方如剛剛跟我們講到說 關於就是做父母的 一百種方法 我們 那個一百可能就是一個多數啦 因為每個人做父母的方法 都不一樣嘛 那到底怎麼做父母才對啊 不知道耶 就是每一個 因為每一個人的小孩 跟每一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嘛 小孩幾歲我們就幾歲 就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這樣 所以接下來 可能我們先開放一輪問題 就是覺得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方如 或者是問瑞瑞的 或者是 好 或者是有一些感想的 都可以說 有 有嗎 歡迎大家交流 因為其實我也是 一個觀點而已這樣 有嗎 沒有 大家都很客氣 欸 你們不能等說 我們今天活動結束 然後你們才要來前面包圍方如喔 不可以 這樣 可以現在就問 你看 立馬有一個問 你好 我剛剛在聽 我就想說那個 消費社會下的童年圖像 因為 我自己本身是共學團媽媽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在 各大公園跑 可是 在公園還是會有很多 就是其他的人 會對小孩的 主動發出的遊戲 做出很多的禁止跟限制 然後 包含 就是 那些消費型態 像是那個 就是各種遊戲空間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去 可是 我們的孩子呢 好像就會比別人 多了很多種方式 在遊玩 可是同樣會被 那個地方的人 制止 不能跑 然後那邊的玩具 不能帶來這邊 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 我都很想 裝作沒聽到 就是 因為我就覺得 哇 我覺得小孩好有創意喔 我不能結束的時候再收嗎 就是 然後我其實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創造力跟自由 我們給出足夠的自由 小孩無聊夠 我就會找樂子 可是 我們在這一個 城市的環境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 讓小孩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 自由的 主動的 創造自己的遊戲 因為我覺得 除非搬到鄉下 可是我們沒有要住在鄉下 所以 在城市裡面 有時候真的就會 我覺得很兩難啊 就像剛剛提的啊 我就 我今天下午才帶小孩去玩具 反斗城 可是其實只是路過 然後還不想回家 然後我就聽他們說 我們今天沒有要買東西 可是 他們到那種 消費型的場所就會 非常的興奮 對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很為難 這也是 我一點點心得 然後也是想看看 那個芳如有沒有什麼想法這樣 好 謝謝 她無聊了 自己著樂子 說要看手機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城市文化裡面 小孩子怎麼樣 真的有辦法 自由的創造 她自己的遊戲 自己發動遊戲 是嗎 就是有沒有這種可能 因為事實上 我們確實遇到很多的禁止令嘛 比如說她 類似的例子 我舉一下 就是瑞瑞她 很喜歡那個 她兩歲的時候 生日禮物是滑步車 然後她就 從那時候起 她就很愛在那個美術館 我們都帶去美術館 那美術館前面那個大草皮 是一個斜坡對不對 然後她 她開始覺得自己比較熟練之後 她就開始從上面 這樣子 衝下來 滑步車 那滑步車衝下來 就是兩隻腳打開 然後這樣子 欸 再直播嗎 然後就很快啊這樣 然後呢 基本上每次都是 在美術館裡面 就是獲得所有美術館廣的人的目光 這樣大家就這樣 哇 然後一方面也想說 但也雷慘 我猜他們心裡可能 always 是這樣 那確實就是也有遇到就是 警衛來阻擋 事實上那個 同樣的狀況 類似的狀況 還有就是 其實在公園裡面 我覺得很奇怪 共學團的小孩 我這樣講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是不是共學團小孩才會這樣 就是說 我遇到的小孩 很多都是共學團的 他們那個溜滑梯 他就是不會乖乖的溜 他一定是從下面走到上面 然後要不然就是 他溜的地方一定是 那個上面的蓋子的那個 管狀的溜滑梯 他絕對不是溜裡面 他就是爬那個上面 水管上面 這樣爬爬爬上去 對 就是我們認為這是 其實我認為 應該說 我們認為這是有創意的做法 我認為是 沒錯 就是我很肯定 他是有創意的做法 那我很肯定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想要 包養就是共學團的小孩 或者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很肯定的原因是因為 每一個郵具都長得一樣啊 他當然會覺得無聊啊 哪一個公園的郵具又不一樣 大家想一想 都是罐頭郵具啊 都長得類似啊 那你玩久了你會無聊 會啊 所以他在城市裡面 他已經開始自己發動 他其實是 你說他能不能有創意 你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要到鄉下 沒有啊 他已經在挑戰這個城市的秩序了 他已經在挑戰這個城市的無聊 他在這個無聊的城市的無聊氛圍裡面 他已經開始挑戰 就是有一個文化評論家 法國人 他曾經有寫過一本書叫 《日常生活的政治》 他講到說 法國的馬路都很直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其實齁 有一種人非常有反抗性 就是迷路的人 迷路的遊客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走 然後他就亂走 他是對抗那個路的秩序 另外一種就是喜歡找捷徑的人 然後亂走 他對抗路的秩序 同樣就是 就是我覺得小孩子在城市裡面 當然他其實一定也是有創造性的 只要他無聊 他無聊他就有創造性啊 只是這個社會有辦法接受他的抵抗嗎 或者他自己發動出來的創造性嗎 就是剛剛講到啦 他們就每個罐頭遊具都那麼無聊 他就開始爬 他爬樹還比玩那個溜滑梯好玩 他可能就跑去爬樹了 然後那個溜滑梯也不是一般的玩法 那常常就會遇到那個其他家長的制止啊 不要說那個管理員 就是其他家長就會制止說 不可以學喔 小朋友你這樣很危險喔 什麼什麼的 對啊 這確實是會 不同的價值觀 那某種程度上 為什麼我身邊要講說 做父母的一百種方法就是 也不能說他錯 因為確實那也是一種玩法 就是照原本設計的玩法 流程也是一種玩法 那只是我們的小孩很常玩 然後再加上我們給予他 比較多的空間 玩樂的空間 就是那個尺度比較大 所以他就開始挑戰 那在中文成語裡面 有一句話叫遊刃有餘嘛 就是不是在講殺牛的時候 然後殺牛的時候 跑丁吧 跑丁解牛 遊刃有餘 就是那個遊那個字 在講那個刀子 其實他在講那個空間 就那個骨關節啊 為什麼其他的人 他去殺牛的時候 牛刀很快就壞了 那跑丁他解牛就不會 因為他有找到那個關節 關節跟關節連接的地方 他中間有個空間 所以他有辦法去遊那個刃 那所以我們小孩一樣 他是在戲縫裡面 他在找他反抗的空間 或者是他在找他發動自己創造的能力 所以回頭我們要講那個 Husinga的這個定義 為什麼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就是 玩就是一種本能 就是一個衝動 他再怎麼樣的困境 他有辦法玩 這才是真正的玩 他人 所以回頭我們要講人的價值 人他不可能不尋求自由的 他不可能乖乖的就是讓你綁死死的 你再怎麼樣不好的困境 他有辦法想到一個 他覺得心靈上解放的一個自由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認為小孩子 他在城市裡面不一定要到鄉下 他在城市裡面也是這種玩法 那我會覺得說像乖乖 我們所謂乖 就是按照一般程序玩的孩子 那也是他的玩法 因為他平常他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那就是已經他的解放了 所以做父母一種百種方式 做小孩也一百種方式 只是這個社會他想要去 凝聚那個孩子遊玩的共識的時候 他對於那個超出那個 共識的那個極端值 他就會開始去想要去收斂他 對啊這是社會規範的問題 我可能也可以說一下就是說 不見得到鄉下就會比較自由 因為我如果帶小孩回鄉下的時候 你知道人類一看到海 他就會想要撲過去 小孩也是啊 雖然他就立刻衣服脫了 就問我說媽可以游泳嗎 我說去啊 注意安全就好 然後就去了嘛 那去了之後你只要衣服濕了沒關係 就是披旁邊石頭 夏天沒有十分鐘就乾了 但是你一旦就是說 回到家了然後玩了一趟 像帶幾個小孩 你還是不免會被問說去哪裡 然後大家就說去海邊玩然後怎樣玩 然後一定馬上就會被問說 你們都沒有在注意小孩的安全什麼什麼 所以到哪裡都會有一種 很為你好的大人會在旁邊看你 所以我反而會比較 會比較關注在是 當小孩遇到想要強制他 有某一種樣態的大人的時候 我們作為主要照顧者的人 可以怎麼樣幫小孩撐出空間 可能白話一點就是我們自己要厚臉皮一點 我的小孩去 如果小一點他想要去公園玩的時候 一樣啊 他就會想要逆向嘛 然後他就會想要躺著溜下來嘛 那這時候一定就會有大人就說 欸 你小孩不能這樣喔 那我的小孩就會看我 然後我就會跟這個大人說 那你是擔心你的小孩溜下來 我的小孩沒看到會去撞到嗎 那他就會愣一下 他就說我居然有關注到他的感覺嘛 好 然後他就會不講話 然後就默默走開 然後我就會回頭去跟我的小孩說 這個叔叔或者是阿伯 是基於什麼心理所以可能怎麼樣 那我們是否要這樣溜 你可能要注意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那如果都沒有人的時候 愛怎麼溜就怎麼溜啊 或者是說騎單車 我的小孩是騎單車的時候看到坡 就很想衝下來啊 那不是很愉快嗎 那一定就是 我們有一次也是公園 然後也是有很熱心的大嬸 就在旁邊就說 你不要那個小孩這樣 等會擔倒 然後我就說 好 我知道 然後我就跟我的小孩就問我說 他們為什麼要管我 我就說 因為兩個阿們很擔心你會跌倒 然後他就說 好 我知道了 然後還是繼續衝在他們面前 然後最後大概來回大概十趟吧 到第十一趟的時候 他就真的雷慘了 然後雷慘的時候他就跌倒 然後跌倒了之後 我就坐在那邊 沒有立刻去把他扶起來 然後打地板說地板很壞嘛 他就跌倒了 因為他就知道了嘛 然後跌倒他就回來 他說媽 我跌倒了 我說好 你有沒有受傷 他說沒有 然後他就說他知道 什麼時候要刹車 然後其實我旁邊兩個就是 就是大神 就是跟我確認說 你是小孩的媽媽吧 我說是 沒有錯 講啊 就是會有各種質疑 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替小孩撐出空間 或者是包含有一次就是 在共同的遊戲場的時候 他在玩一些積木 然後我小孩是高高明 就是很敏感 然後很需要人家要先問他 然後預設一切都要 不太能夠接受有意外的人 所以他先在玩自己的積木 結果完了就會有小孩要過來 要一起玩 然後要一起玩的時候 他就說我可以一起玩嗎 我的小孩說不行 我現在想要自己玩 然後呢他就還是 另外小孩是過來摸 結果我的小孩就跟他說 我不想要跟你玩 你不能跟我這邊玩 因為我先來的 然後這個小孩就哭了 就跑去告狀 然後跑去告狀 他的家長就來了 然後就問我說 你小孩怎麼可以打人呢 你做家長的怎麼教的 然後我說 我的小孩真的打人了耶 但是前提是因為他正在玩 可是你的小孩沒有問過他 然後這個家長就愣住了 然後他當然還是會接著說 可是你打人就是不對啊 我知道打人是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前提 打人是接過 但是小孩為什麼打人 我從來沒有說打人是合理的 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 當他已經造成了那個結果的時候 原因是什麼 然後這個媽媽鼻子摸摸就走了 但是還是會跟他的友伴們 在那邊摸摸 然後就說打人就不對啊 要分享啊 為什麼一定要分享 就是有一些很惡質的大人 原諒我說惡質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這樣啊 就明明看到小孩拿心愛的 比方說他非常喜歡吃的糖果 或冰淇淋 就非得要過去說 來 芳如給阿姨吃一口 然後如果這個小孩說不要 就會說你怎麼那麼小氣 然後等到就是小孩覺得說 好像應該要給你一口的時候 跟你開玩笑的 那你這個大人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不是很理解耶 所以 真的很常見 真的很常見 所以我會比較想說 當小孩遇到各種困難 或者是動不動有一些大人就 你小孩好可愛 然後就要摸他 那我就會說 你沒有問過他喔 如果 你去想我如果隨便摸你的頭 你要被摸嗎 我覺得那個是 當小孩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做大人的 不是只有在心裡想說 我可以怎麼協助他 而是 我們要怎麼樣站出來 去幫他撐出一個 他可以這樣做的空間 因為如果有更多的對話 我覺得 並不是說 對跟錯 而是說 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種被理解 那也許大家可以相處的 或者是一起做的空間 就會越來越大 就像我們今天如果現場 非常多的小小朋友的話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高興 因為在我自己育兒小小孩的時候 我幾乎是孤單的被這個社會拋棄 因為我想要參加的任何講座 抱歉小孩不能去 那你知道 大家就都點頭了嘛 那我們也想要跟社會 與時俱進的時候 這個社會替主要照顧者們 又做出了怎樣的支持 那所以當就是哲舞這樣的空間 就是很開心 可以大家一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思考說 如果我們希望 就是什麼地方的媽媽們 要什麼跟上社會的脈動 那那麼在嘲笑地方的媽媽們之外 你們又協助了地方的媽媽們什麼 你有給他們一個可以托育的空間嗎 你有協助他們 可以讓他們就是喘一口氣 卸下在當母親之外 他仍然是一個人 是一個社會的公民嘛 這個是我自己如果到現在為止 我會很想要去做的事情 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去問說 那我把小孩帶來這裡適合嗎 因為很多時候的狀況是 不是別人不接受你的小孩 是你自己會被框進一個框架說 我小孩這樣很巧 你自己先審查你自己 好 你就走了 好 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大家有需要協助 其實就可以說 然後我們一起看看 可以怎麼樣協助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今天晚上來現場的人 有感覺到說很吵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去想 很多的主要照顧者們 他們是在家裡24小時 這樣面對著這一切 然後同時在努力 好 我覺得是這樣欸 然後還有沒有問題 或是想要分享的 可以說啊 快點 就像如果我們看到小孩 在打電動的時候 到底是你自己覺得會累 還是他會累 會累 因為他跟日常生活脫節了 對啊 因為那就是他的休息嘛 對 他現在都在休息 我剛剛講到自我審查 其實我還有一個八個月的小孩 然後我本來今天想說 我應該也可以一邊背著他的演講這樣 然後我先生就一直說 這樣 你根本不可能講的啦 因為他喔 聞到你的味道 他就要喝奶 然後就 先生就覺得 喔 我可以在家顧他啊 沒關係 然後他本來不想要讓那個哥哥跟來 可是我一直覺得沒關係 應該可以 所以就跟來 就回頭我講說 小孩 受傷了嗎 跌下去了嗎 我現在講說小孩的那個 就是 燕齊剛剛講到這個社會 到底給這個孩子的照顧者 還有這個孩子哪樣的空間呢 我覺得就是確實是這個社會要想 剛剛講到 就是講以那個郵具的 罐頭郵具 就是那些遊樂場的 溜滑梯什麼的那個東西 這個社會 就是這個整個台中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郵具 那大家有去過樂業國小嗎 就是樂業國小那邊是不是有一個狗公園 大家有印象嗎 你知道我們第一次去 狗公園旁邊是人的公園 然後上面有小孩的遊具 就是我們一般可以想像的那種 黃色的溜滑梯 藍色的溜滑梯那一種 那 狗公園長什麼樣子 狗公園裡面有泥巴的地 木頭的平衡板 然後反正就是幾乎都是木頭做的這樣 然後泥巴地 然後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說 啊怎麼狗玩的比人玩的還高級啊 看起來 狗他玩的那個地方是泥巴地 然後木頭的那個整個油 那個設計 器材的設計 可是人的那個 就物以稀為貴嗎 就是市政府標榜友善動物 然後狗的公園 然後那麼好 那但是 我有唯一一個可以去說嘴 可是台中到處都是這種這麼醜的公園啊 然後小孩玩到已經 玩到很膩了 都要發展出新的玩法 然後還要被人家禁止 所以我們某種程度上 這個社會可以做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們確實是可以讓這個社會 的公園變得更好玩一點啊 這我覺得是很多媽媽的犧牲 要不要一起來做那個罐頭 這個罐頭公園 太好了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 當然我還要講一下就是 玩這件事情 其實在這個學者 他裡面講到的就是 玩是不適合物質利益的 不過後來有人講說 哪有玩也有物質利益啊 那個賭博賽馬 那是玩啊 會沉迷的啊 那個一定都 剛剛演期有講到嘛 就玩機台啊什麼的 贏彩票啦 贏卡啦 對 後來有人說這個也是就是 其實是應該把這個算進去的啦 就是後來也有學者慢慢的就是也補充說 這種也是一種玩 對大概是這樣 或者是大概也可以延伸去想說 我們都會覺得說中學生 就是如果脫離了就是小孩的年紀 然後到了中學的時候 都說他們不務正業嘛 就是不讀書 都在滑手機 可是我們在這裡 可以回頭去問一個問題說 我們的社會又提供什麼 郵具給中學生 你中學生如果是國小五六年級以上 然後到國中了 他可以進麥當勞的郵具兼玩嗎 不能啊 如果去公園的咧 大家就會嫌他們太大 那他們要去哪裡 滑板嗎 在哪裡 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嗎 我不懂耶 然後我們扼殺了中學生活動的空間之後 再說他們就只滑手機 但為什麼他們會只滑手機 因為那就是一個 就是脫節的行動嘛 當你的每天是比方說 像現在是暑假嘛 然後就輔導課 輔導課上到4點40之後 你去哪裡 安心班啊 不然就補習班啊 然後晚上還有功課嘛 那當你如果中間有半個小時的空檔 或不要問中學生們 或是小學生們 當所有的大人 如果你有上班的空檔 或是育兒的空檔 你要做什麼 拿手機出來滑啊 就是放空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照顧並不是說 其實不如就真的承認耶 我就是想要控制小孩 我就是想要控制學生 讓他講成我想要講的樣子 而不是說 我是為妳好 如果我們可以去看到 我們自己的需要 跟他人真正的需要 也許他就是可以對話的啊 好 那個對話就是我尊重他成為 他是一個人嘛 而不是我的附屬品 因為我的小孩 比較小的時候他 我們常常在附近家裡的一間麵店吃麵 但是呢他很喜歡那間麵店 所有一件事情 但是他很受不了 就是每次登記人數的時候 他都看到那個登記人數上面 1 然後他就會指著這個說 為什麼是1 我也是一個人啊 所以有一次他就終於受不了 他就說 我就說那妳要不要講 他一開始說不要 但是過了很多次之後 他終於受不了 他就說媽 那妳陪我去講 好 我就過去講 然後那個櫃台的人就說 有什麼事情嗎 我說 我的小孩說我們是兩個人 然後妳只有寫1 他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他就 那對方的就是立刻就 好 我知道 他就會意識他是一個人嘛 不然你不是有一些小小孩 常常問到 明明他已經會講話而已 他說 你的小孩很大了耶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都看著主要照顧著講 就他會講話啊 或者是說 那個瑞瑞要不要去上廁所 我要上廁所我自己會去啊 對啊 為什麼妳要跟我講 那不是很隱私的事情嗎 就是當我們在這樣 對小小孩講話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上 都在表達著 你怎麼樣看待一個人 然後如果你覺得 他年紀比較小 彷彿他就不是一個人嘛 他是附屬品 因為是被你生出來的這樣 可是生出來又如何呢 他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嘛 所以 所以剛剛講到說 五月母親節 我也很討厭五月啊 並不是因為要下令營 因為我小孩沒有上那種東西 而是母親節不就是一個緊箍咒嗎 它就是塑造一個美好的女性的形象 每個人都要去達成他 什麼母親像月亮一樣 他不能像太陽一樣嗎 對啊 而且每一個人都喜歡康乃馨嗎 我不知道耶 所以就是我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人 可能今天講的 我覺得芳如講大一點的是 就是如果把人放到社會的結構裡頭 那一個人可以怎樣活得是一個人 而不是一個被操控的生命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問題 要問芳如的 我E-mail也可以 E-mail 你可以直接收 欸你是用真名啊 你的臉書 對不對 大家可以加我臉書 對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林芳如的臉書 林芳如 那那個加我的時候麻煩傳訊息給我一下 讓我知道你是誰 因為蠻多就是我不知道是誰 然後罐頭郵具那個的全名是什麼 大家如果要加入一起來寫 罐頭 還我特色公園聯盟 還我特色公園聯盟 簡稱特工蒙 對 還我特色公園聯盟 然後真好氣要不要也一起加 好 妳廣告是不是 好 廣告廣告 好 趕快 因為我們也想要請這邊也有一些其他 不是親子共學的家長 或者說根本還沒有小朋友 那但是我這邊也想要邀請請大家來關心 這個剛剛講到罐頭郵具的這個議題 那請各位你想想看 你可以選你自己喜歡的衣服 你可以選你自己要用什麼手機 要開或者是要騎什麼車 可是這些小朋友他們沒有選擇 他們要使用什麼郵具的權利 完全沒有任何表達權利 每一個公園一律都是給你一樣的 同一個樣子 那一律讓他們都照著那個 塑膠的那個郵具來這樣玩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在中區也會開始 台中我們目前線上有一個線上連署 那希望呢 我們希望公部門可以給我們更公開透明的資訊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參與以及對話的機會 可以理解他的設計的原因 以及表達我們的需求 讓公部門來知道來跟我們來對話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臉書上面稍微做一個搜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活動 謝謝 我先講說 那個 我如果有人要買書的話 我有帶出來 然後樓下也有 那他說什麼 七九折這樣 呃...多少錢呢 就是280元這樣 謝謝 正好七聯盟也請大家一起關心空氣污染 因為... 我講一下好了 我真是一個背景很複雜的人 就是我除了當全職媽媽跟文字工作者之外 其實我是台中主婦聯盟的執行委員 那我們台中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台中分會 他長期致力於就是環保事務 還有環境教育 那環境教育的話 就是我們透過 就是去 透過講食農教育啊 或者是飲食教育 還有就是一些 呃... 就是跟環保有關的議題 還有以及空污 然後希望可以 就是社會大眾可以覺察到這些 就是惡化環境的狀況 那... 就是除了主婦聯盟台中分會之外呢 在台中 因為台中的PM2.5狀況很嚴重 就是我們有台中活力發電廠 所以我們在臉書上面有一個真好氣聯盟 他就是常常會把台中空氣污染的訊息發送給大家 那也請大家給我們臉書粉絲也按讚 真好氣聯盟跟主婦聯盟台中分會 謝謝 好 其實方如有說他非常複雜的各種身份 可是他跟... 他跟在場的所有的大家 我們其實有一個共同的身份 這個身份就是 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 跟未來公民嘛 好 所以我覺得那是我們大家同時都可以一起做的 那今天非常謝謝方如來現場跟我們分享這一些 下個禮拜則五的